记者刘冰全南投报道,上到台16线12.3至14.7公里处,约在南投水里隧道前后供2公里多路段,路旁百鱼棵椰子树最近被贴满黑色标记,令用路人不解,直到最近养护单位砍树,民众才谎斩大雾。 公路总局信依公物段回应,树木老化腐朽,有病虫害,而且大型落叶屡屡影响用路安全,才在树木检查过后看除,其余树是尚可也将异地已知,以为道路安全上到台16线水里至极极的路段,沿线种植多种路树,除了椰子树,也有台湾蓝树,中央分隔岛则有桃花新木, 每逢季节更迭,路树开花或转色,总是为道路景观增添不同风景。 信依公物段说,这个路段百鱼棵椰子树多已老化,地面的树头也有腐朽情况,加上常有民众投足大型落叶形成机车组通行风险,考量用路安全,并检查沿线树木健康状况后, 在带砍除的树身贴上标记,进行规定树木砍除作业,之后则会是路况景观补植树高较低的台湾蓝树,以为道路利益与用路安全。